讓我們請到王子平老師 請做講評 我覺得這首歌滿適合你的 我覺得你適合唱這種歌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這種經驗 唱這個歌 我覺得聽起來 滿有感覺的 而且你今天的情緒的張力 唱這個歌 我覺得拿捏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感覺有進步 你的武器用的聲音的方式 比較多變化 有時候會用稍微扁一點的 有時候會比較放出來的聲音 我覺得唱歌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的技巧 你的感情 沒有問題之外 有時候你的聲音的變化 否則就是只有一種聲音 只有一種武器唱幾個來 其實聽的人會覺得會 比較單調一點 徐景淳老師請 欣填 我喜歡你的歌 我也喜歡你的人在台上的風度 那麼我今天聽這首歌 我有一個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貼不到心 因為你的技巧非常的好 你的歌聲非常的嘹亮 所以呢你如果只有你的技巧 去帶你的感情 那是已經足夠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首歌 他一定很愛你 是一首你必須要投降的歌 你要放下你的驕傲 你的自尊心的那種感覺的一首歌 然後從裡面你怎麼樣去 到你自己真正的心裡面 去找到那個傷那個tone 那個感覺感情 真的把它唱出來 我覺得這首歌 你整體的表現有一個樣子 但是很可惜的 在那個打動我的心的那個點 它沒有到 我覺得你要去研究一下 就是說你如何唱歌 不要再用你的技巧 去帶你的情感 因為這個比例 你過去太熟了 你如何真正赤裸裸的一個人 站在那裡 我是杜忻恬 我來讓你們了解我 OK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 你看黃靜澱91.2 羅平91.6 杜忻恬這首歌 到底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首情感非常濃厚的歌曲 可以為他拿下的分數 來到8889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91.4分 好 靜澱我貼哪裡 根本看不到 不用貼啦 我其實黃色的 已經是這樣了 瓜哥,我幫你代勞 那是你的 你的還要留著好不好 你們現在是黃台雙兄弟耶 對 對,這個不要開玩笑了 下桌再唱那黃牌就要離開啦 對啊 可不可以 認真一點 感情有這麼好啊 你是來做準備試試 我現在帶他走啦 吵架太久了 就是沒有把他打掉 就帶他跑出來 對,我們節目開播 你這樣會造成製作單位麻煩 還是選兩個人耶 對 同進退 來 對 下個禮拜用歌曲一較高下 好不好 謝謝三位辛苦 來,休息一下 謝謝 再見